只因女孩笑得不够甜 士兵便一把按住女孩 对着她翘起的屁股 就是大巴掌猛山 而妈妈不仅不敢阻止 还要在一边强颜欢笑 因为这是领主的命令 百姓必须露出最甜美的笑容 否则不光要打屁股 还要罚款百万 可即便百姓已经时刻练习 仍旧有不少人被士兵针对 导致家产全部充公 慢慢的 越来越多的人吃不饱饭 于是村民便盯上了外来旅客 先是假装热情地招待他们 然后等其喝醉以后 直接用斧头分尸吃肉 吃不完的就掉起来风干 可这次来访的粉毛 却不按套路出牌 他虽然察觉到村民的怪异 但仍旧故意装醉 并趁着村民放松警惕 顺利找到了用来风干的肉苦 而村民眼见事情败露 只好说出了真相 粉毛当即神情复杂 他觉得这些村民固然可恨 但领主才是真正的遏制源头 于是他为了干死领主 直接找来一个魔术师 借其花里胡哨的魔术招揽信徒 成功建立了七光圣教 并通过策反的骑士团团长 组建了自己的军队 可领主手下的权贵却毫不在意 仍旧利用自己的权力 到处截冥女 而名女怕其屠杀自己的父母 只能极不情愿地现身 粉毛听后当即怒火中烧 直接带兵进攻了权贵的庄园 凭借着升级过的装备 很快便占领了庄园 救出了所有的名女 而这也惊动了领主 他为了消灭粉毛的七光圣教 直接与魔法枪融合 并隔空射向了权贵庄园 同时魔法枪一落地 无数的火焰化作战士 向着圣教信徒杀取 眼见无辜之人被火焰覆盖 黑猫武士立马站了出来 他要利用自己的天生神力 抱着飞弹反攻领主 只见黑猫一箭斩灭火焰战士 成功驻飞弹命中了魔法枪 让领主彻底消失在了爆炸之中 并开创了新的幸福国度